需要变更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的营业执照做了变更 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新这个税务信息呢 尤其是说对于北美站的小伙伴们来说 那正常情况下的话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们 把自己的营业执照进行了一个变更 包括法人啊 公司地址啊 还有这个是不是顾分制的 做了一个变更 那变更之后就会涉及到 最近有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 他会收到这个税务信息 要去更新我们的北美站后台的一个税务信息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新呢 如果说我们用新的的话 可能会容易引起二审 那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原营业执照的复印件也好 或者说扫描件也好 要么都是拍照也好 我们可以直接用原有的执照 来进行税务信息的一个更新 那么如果说你之前注册的 这套亚马逊的所有的资料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我们再去更新的情况下的话 建议大家先去联系亚马逊客服 来说明一下情况 我这套云业执照 我的公司法人进行了变更 或者说我的地址进行了变更 我需要在更新税务信息的时候 也要做一个变更 那客服的话 他会给你回复 回复这个消息 告诉你 你整个税务信息的一个变更流程 那他给你回复了以后呢 我们再用他给你回复的链接 或者是说他教你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税务更新 这样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的话 相当于说我们可以 极大程度上的去避免而审 但是说我们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不去而审的话 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只能说把我们避免掉一部分 如果说有涉及到这个 音乐执照变更的小伙伴们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一定要先跟亚马逊客服去联系 然后再进行一个变更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最后的话 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继续这个大家听 谢谢